多重部分的話,合格不合格當然True跟False 相對的比較單純一點 True跟False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假如用ABCD的話 如果還是用if來做邏輯判斷,那該怎麼做 基本上的話,這邊當然它提供if 可是如果說它有好幾個if的話 好幾個if,那怎麼做 基本上的話,我們可以這樣做 插入一個if 第一個的話,先得到A好了 那所以一樣邏輯判斷 這個條件如果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80的話 那我這邊條件為True,那就A False的話呢 那會有一種可能性 它可能是 B,可能是C,可能是D Ls,所以Ls裡面的話呢 如果你需要再做邏輯判斷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比如說這邊還有B跟C跟D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這樣,你把郵標放這裡 再到這個 這個什麼,插入 函數的前面有個下拉清單 你可以再怎麼樣,把郵標放這裡之後 你可以再到這個地方的前面裡面呢 再增加什麼 再增加那個 就是郵標先放這邊 然後呢 記得喔 這個郵標放這邊 然後再點選這邊的下拉清單 把這個if再放到if裡面 也就是這個變一個潮狀的if 所以呢 特別1 點這邊 2 插入if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他會把這個if 放到這個豆點的後面 並且當然也會產生一個 這個畫面讓你去再去選第二個條件 那第二個條件什麼 如果這個條件呢 大於等於70的話 也就 我們剛剛喔 把A已經先 這個這個 那個 那個 邏輯部分的話已經先取出來了 那剩下來的話 B跟C跟D的話 那我們再選 B的部分 所以如果為True的肉 那就是B OK 那底下的話呢 C跟D怎麼辦 一樣嘛 U要放這邊 再點一下if 然後呢 把這個成績如果大於等於 60的話 那就是C OK 那剩下來就不用再去區分了 因為剩下就是一個 就D了 所以除此之外的話 那就D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利用這個方式的話呢 他會幫我把if裡面 裡面呢再放一幅 一幅再放一幅 有點像巢狀的 那裡面的話呢 最多好像只能用七成 這邊有顯示 有沒有 最多七成 也就是說裡面的話呢 可以放七個一幅啦 OK 不過理論上 一般大家很少用到大概七成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按確定 你會發現結果就OK了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從頭自己打到尾 可以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自己從頭打到尾的話 很容易出錯的地方 那後面的刮鬍 或者是說中間的鬥點 你只要少一個地方打錯的話 那就會出現錯誤 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 這VBA的問題 我把它先刪一下 OK 然後把它打勾 這樣的話呢 他就得到我們要的結果了 向下填滿 OK 得到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應該沒錯啦 這個是 C D BA 剩下這兩個是D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我不只是希望用函數來完成 我希望用VBA完成的話 這後面的話請各位再多一個欄位 H欄 我們要用VBA來完成 完成什麼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剛剛這個合格不合格喔 我希望直接就幫我輸出到VBA好了 我這邊一個按鈕 也就要沉積好了 沉積按下去 自動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沉積的結果 自動列 到我指定的這個範圍裡面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寫 慢慢的話 各位應該要有一個固定的寫法吧 第一個的話 先確定它的範圍 For I 等於 第幾列呢 第2列到第7列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Sales I 列的 H 欄 輸出什麼呢 把這個公式也去輸出 那公式的話當然我前面講過 有個最簡單的方法 把這個公式 丟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把這個公式丟到這邊來的話 要特別注意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那你把它放到VBA裡面呢 必須怎麼樣 把它的雙引號一個變兩個 這樣的話呢 它就可以 直接把這個公式 直接就丟到這邊來 另外再寫個清楚好了 OK 這要怎麼寫 請各位稍微複習一下 後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切一下 剛剛請各位先完成第一個 多重的部分 多重 A B C D 這個訣竅的話 特別注意 第一次的話是插入函數 第2次以後的話呢 那請各位 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前面這個下拉清單 OK 從這邊把它下拉清單 我覺得會 比較不容易做錯啦 那其實呢 當然使用 E-Sale的函數 或 E-Sale的 VBA 其實最重要的訣竅 就不要犯錯就好了 所以 如果你不要寫錯 那當然你會用的 蠻順手 但你要怎麼樣能夠 不做錯 可能 除了說 熟練之外 可能還一些 訣竅吧 像我自己是有一套 固定的 流程 固定的 SOP 只要照這個方式走 理論上就不會做錯 那事情當然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OK 請各位第一個 先 先用那個 Excel裡面的函數 一幅函數 會有 三個一幅 因為總共會有四個邏輯 所以我們有三個一幅 最後 Ls的話 一個LsD 把這個結果放到 這個G欄這裡 那再思考一下 VBA VBA OK 這個範圍 然後呢 讓它輸出到這個 這個欄裡面 把這個公式放過來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